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电话到底是什么把他逼上了绝路 午夜来电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这是2011年4月的一个深夜 严扯着就到午夜12点钟了 这方爸爸和方妈妈早早的就已经睡下了 就在这样一片寂静之中 突然之间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诡异的响起 这方妈妈本来也没有睡熟 所以她听到了这个电话的铃声来自于儿子方浩的房间 紧接着方浩的妈妈又听到儿子在电话里面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没过多久 她就听到自己家的房门砰的一下被关上了 这时候方妈妈就完全醒了 她赶紧推在一旁的方爸爸 快醒醒 快醒醒 咱们的儿子又出去了 被推醒了的方爸爸还不以为然 对着她说 这肯定是咱们儿子又心烦了 出去喝酒了 这半年不老是这样吧 没事 她喝多了就回来了 然而这次方浩走出去之后却没有再能够回来 两天之后 在一个废旧的建筑工地 方浩的尸体被路过的人发现 经过法医鉴定 系高空坠楼死亡 而死亡的时间就是两天前那个午夜来电之后 警察在方浩的衣兜里找到了一张纸 这张纸上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字 但是呢 都是在重复着一句话 别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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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方浩是怎么死的 又是谁在逼他呢 经过警方进一步调查得知 方浩今年24岁 三年前因为盗窃罪被判入狱两年半 半年前才被释放回家 那么方浩的死是否与之前的犯罪经历 有关难的 释放回来的方浩呢 心情一直很低落 整天躲在家里不出来 有的时候呢 半夜出去喝酒 一喝呢 就喝到了第二天 甚至于到了第二天下午才回到家里 回到家呢 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 拒绝了和同学 朋友和熟人的一切来往 在调查中 这方妈妈哽咽的说到 她特意提到了方浩在死前所接到那个神秘的午夜来电 方浩向警方介绍道 这方浩出狱之后啊 就换了新的电话号码 所以很多人啊 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新号 也很少有人能给他打来电话 可是方浩不知道为什么在事发的那个午夜 居然有人给儿子打来了电话 而且儿子接完电话之后 出去就发生了坠楼死亡的案件 那么这个电话又是谁打来的呢 警方呢 就开始进一步的侦查 找到了方浩死前的通话记录 当时呢 确认到当天晚上确实有一个电话打来 是在晚上的12点钟前后 通话时间是7分14秒 也就是说 在这7分14秒里面 有可能方浩受到了一种极大的刺激 那这7分14秒里面 到底方浩和对方又说了些什么呢 警方呢 就赶紧通过调查呢 找到了这个手机的机主 这个机主呢 姓王 男22岁 是在校的一名大四的学生 这警方呢 就开始调查这个小王的经历 那么通过走访小王的老师和同学啊 警察了解到 这个小王呢 是从农村考进来的 而且呢 家庭啊 非常的贫穷 小王的爷爷奶奶呢 都已经70多岁了 并且呢 患上了老年痴呆 家里唯一的顶梁柱 他的父亲呢 因为发生了车祸 没有办法 只能卧病在窗 而小王的身下呢 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弟弟 一家的重担都压给了小王的母亲一个人 所以小王在学校呢 学习非常刻骨 学习成绩也非常好 每学期都能拿到奖学金 这小王呢 还找了一家兼职的工作 他从兼职挣的钱中呢 一部分拿给自己学校的开销 另外一部分呢 都寄回了老家 帮助母亲呢 补贴家用 然而令警察没有想到的是 就是这样一个勤奋好学 又孝顺又顾驾的小王 在学校里居然不合群 居然没有朋友 这同学们啊 就向警察反映到 说这个小王啊 让他们感觉到很可怕 只要同学们听到了小王的声音 或者是见到了小王的身影 都躲得远渊的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个小王的家庭呢 非常贫穷 而且生活压力很大 所以呢 这小王的性格呢 很内向 也非常敏感 而且还有着极度的自卑 正是这种性格造就了小王 和其他的同学都不合群 大家呢 也渐渐的疏远了他 有的时候啊 同学们正在一起说笑 看到小王过来了 马上就停止了这种说笑 等小王过去之后呢 同学再继续说笑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 这小王心里呢 就非常难过 他心想 同学们一定在背后 讥笑着自己家庭 一定在嘲讽着自己没有钱 所以呢 这小王每次呢 就回来和这些同学理论 有的时候呢 也吵 也闹 甚至呢 和同学是大打出手 在冲突发生的时候啊 这小王经常像一个恶魔一样 双眼通红是破口大嘛 而且下手呢 也非常狠 正是小王的这种 阴郁暴躁的性格 使同学们都渐渐的疏远了他 这个小王呢 很孤僻 那么这个小王跟方浩 是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在午夜 给方浩打来了这个 诡异的电话 并且导致方浩是坠楼死亡 面对警方的询问啊 这小王说到 说自己啊 不可能给方浩打电话 也没有给方浩打过电话 第一 他跟方浩根本不认识 第二 自己的电话 在当天晚上就已经丢了 这小王呢 向警方说到 那天晚上啊 他约了几个大学的同学 去酒吧喝酒 喝到了夜里两三点钟 他们是边喝边聊 直到临走的时候啊 这小王才发现 自己的手机找不见了 那么在酒吧里啊 人来人往 所以啊 丢东西很正常 再加上啊 喝完酒的人之后啊 容易啊 醉醺醺醺 晕乎乎的 所以辣东西啊 也很正常 这小王啊 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但是啊 小王没有想到 一不丢了的手机 居然牵扯出来 一桩人命案 那么警方呢 又接着调查了 小王的老师和同学 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小王啊 确实不认识方浩 而且呢 也没有给方浩打过电话 既然不是机主 小王打的电话 那又是谁打来的呢 警方呢 就进一步侦查了 当天小王喝酒的 那个酒吧 一调查之后啊 才发现 酒吧当晚呢 曾经举办过一个 盛大的生日会 而办生日的人呢 叫做张海涛 一听到张海涛这三个字啊 这方妈妈哭着说 我知道了 一定是这个张海涛 这方号兜里写的 别逼我 别逼我的话 说的呀 就是张海涛在逼他 那这张海涛和方浩 又是什么关系啊 难道真的是张海涛 给方浩打了这样的电话吗 方浩和张海涛 从小学到大学 一直是同班同学 在大学里 两个人还是同宿舍的社友 但是 他们并没有因此成为好朋友 反而却成了死对头 这两个人呢 打小就非常出色 所以啊 在他的老师 家长和同学的眼中 经常啊 拿着两个人进行对比 那么久而久之呢 这两个人也互相的对比起来 比成绩 比得分 比名次 比奖励 后来啊 这张海涛和方浩又同时爱上了一个女生 为此呢 两个人还彻底的反目成仇 大打出手 这场争夺女友战呢 最终以张海涛的胜出而告终 然而就在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 方浩犯了盗窃罪 被判刑入狱 方浩至此跌入了人生的最低谷 而张海涛那边 则保送了朔博联独 而且被已经认定为内部的留校任教 这方浩妈接着说道 说这张海涛啊 最看不得方浩的好了 所以一定是在方浩出狱之后 他就给方浩打电话 奚落他 数落他 让方浩很难堪 所以呢 这个张海涛跟方浩啊 是死对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因为方浩受不了了张海涛对他的刺激 所以方浩才出去跳楼死亡 如果方浩妈说的是对的话 那么警方啊 又加深的怀疑 张海涛为什么不用自己的电话打 而他和小王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难道说这张海涛在有意的躲避什么吗 面对着警方对张海涛的调查 这张海涛很平静 他说我没有给方浩打过电话 也不可能给他打过电话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方浩的新手机号码 张海涛说 当天晚上他和他的大学同学 在酒吧里确实是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会 那么在生日会期间呢 大家也提到了大学的同班同学方浩 都为他感觉到很惋惜 觉得这个人呢 有可能就此就完了 但是呢 也仅不过是谈论而已 之后呢 大家也没有跟方浩进行过联系 后来呢 警方经过反复的核实啊 张海涛确实是没有说谎 他既跟小王没有认识也没有联系 当天呢 也没有给方浩打过电话 那么到这里呢 案件似乎进入到了僵局 机主小王没有打过 死对头张海涛也没有打过 那这个神秘的电话到底是谁打来的呢 随着调查一个女人的名字出现在那家面前 提到小爱这两个字啊 这方妈妈呀气得是咬牙切齿 小爱方浩生前的女友 她与方家到底有何过节 就是因为帮着前女友小爱还款 所以呢 才去盗窃入狱 方浩曾为她入狱 难道是她用电话要了方浩的命 午夜来电正在播出 警方呢 又进一步的调查了这个方浩的通话记录 发现呢 方浩出狱之后 打给最多的一个人 叫做小爱 提到小爱这两个字啊 这方妈妈呀气得是咬牙切齿的 她说 为什么又是这个小爱 她害我儿子 害得还不够惨呢 这方爸爸也在旁边气得直跺脚 看来方家这两个老人啊 对小爱是非常的仇恨 那这小爱是谁啊 小爱呢 是方浩的初恋女友 也是方浩的大学同班同学 方浩呢 还曾经把这个小爱领回过自己的家里 这个方爸爸和方妈妈 对这个小爱还非常的满意 可是后来啊 这小爱呢 移情别恋了 可是移情别恋的并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方浩的死对头 张海涛 这张海涛上了大学之后呢 也对小爱呢 产生了好感 并且呢 对他进行了热烈的追求 为此呢 这张海涛和方浩呢 两个人还曾经大打出手 或许啊 是方浩的内向啊 让小爱感觉无趣 或者是感受到了张海涛的这种热烈的追求 让小爱感觉到很兴奋 不管怎么样 小爱在大学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 就投入到了张海涛的怀抱 那么因此呢 方浩是一蹶不振 难道说因为小爱甩了方浩 那么方爸爸方妈妈就要对小爱恨起来吗 方妈妈说到 我们恨小爱并不是因为他甩了我们的儿子 而是因为正是这个小爱毁了我们儿子的前程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自打这小爱向方浩提出分手之后啊 方浩呢 感觉不同意 于是呢 他经常找小爱 希望能够挽回这段恋情 有一次呢 方浩又来找小爱 看见这小爱是闷闷不乐 十分难过 他就问小爱到底怎么了 原来啊 这小爱呢 是迷恋上了网络的游戏 买了很多的游戏设备 并且呢 刷爆了信用卡 现在呢 银行已经最后通知他 限他三天之内呢 必须把这款还上 否则的话 就要法院起诉他 看到一筹莫展的小爱啊 这方浩呢 一拍胸脯 放心 这个钱 我帮你还 那么没过几天呢 这方浩呢 就拿了钱 帮助小爱 还清了信用卡上的欠款 为了这个事啊 这小爱还感动许久 似乎啊 小爱对爱的这个天平啊 慢慢又转向了方浩 然而 就在方浩 憧憬着 小爱能够重新回到自己身边的时候 一辆警车把他给带走了 原因就是方浩 触犯了盗窃罪 这又是一样 回事呢 原来 方浩帮小爱还的钱啊 都不是自己的 是他管同学借来的 而方浩呢 此时呢 正在备考研究生 所以啊 他也没有兼职找工作 更没有收入的来源 爱面子的方浩呢 根本没有跟父母提起过这件事情 但是呢 同学是不停的向他催债 还债的压力 恋爱的压力 考研的压力 找工作的压力 这些压力一股脑的压在了方浩的头上 方浩不知所措 他心里一直在念叨着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的方浩呢 徘徊在大学宿舍的走廊之内 他无意中发现 大学宿舍的很多宿舍的门啊 都是敞开着的 而通过门外就能看到 很多同学把自己的手机 电脑 包括现金 随意的放在了桌子上和床上 而且有的宿舍有人 有的宿舍根本就没有人 就这样 一个邪恶的念头 在方浩的脑海中就产生了 后来呢 他伺机到别人的宿舍里进行过三次的盗窃 包括现金 手机和电脑 他把手机和电脑的低价的转让 用来还债 但是呢 丢东西的同学呢 赶紧报警 警方介入之后呢 就把方浩给抓捕了 凭借方浩的实力 他考上研究生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就是因为帮着前女友小爱还款 所以呢 才去盗窃入狱 为此 这方爸爸和方妈妈恨透了小爱 后来又听说呀 小爱对于方浩出事的事呢 是置之不理 不闻不问 依然和那个张海淘关系很好 令方妈妈没有想到的是啊 这方浩出狱之后 小爱还在跟他联系 这方妈妈就在想 这小爱为什么还在脚踏两只船 就不肯放过自己的儿子呢 然而小爱却说 并不是他不肯放过方浩 而是方浩根本纠缠着他不放 这小爱说到 自从方浩出事之后啊 他也背负着很大的压力 因为心里很烦 所以很少能够提起方浩 那么迫于各种压力和指责 这小爱呢 不得不和张海涛分手了 分手之后呢 张海涛呢 依然一如既往的关心着小爱 来安慰他 帮衬他 而且呢 这张海涛啊 还经常带着小爱 参加一些活动 但是呢 因为有了方浩的这种阴影和压力 这小爱心里很清楚 自己和张海涛不可能了 大学毕业后的小爱 找了一份工作 在新的环境里 小爱慢慢的忘记了过去的旧伤 而且还迎来了一段新的恋情 正在小爱与新男友 发展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他突然接到了方浩的变化 方浩给他打来的电话 说他已经出狱了 要求跟小爱重归于好 小爱心想 这怎么可能呢 于是呢 他就劝方浩 不要再有这种想法了 两个人已经没有可能了 而方浩在电话里呢 是不依不饶的 要死要活的 尤其是每天晚上喝完酒之后呢 必然要给小爱打电话 说了 如果你要不同意跟我和好的话 我就去死 我做鬼也不会饶过你 小爱听到之后很可怕 但是让他更可怕的是 没有想到 这方浩还真的就死了 看到警方怀疾小爱 这张海涛呢 立马站出来给小爱澄清 说当天晚上 他确实邀请了小爱 去参加自己的生日会 但是他自己 还有他的同学都能够作证 小爱根本就没有去过 他的生日会现场 小爱也说 当天的心里非常烦 所以没有去参加张海涛的生日会 可是警方什么都没说 打开了放相机 播放了一段监控的录像 监控录像清晰的记者 在酒吧的走廊里面 上来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正是小爱 那个午夜来电 果真是前女友小爱拨打的吗 如果在今天晚上 他不给方浩打电话的话 方浩极有可能 做出极端的行为 拨通的前男友的电话 他到底跟前男友说了什么 这小爱也是情绪失控 对他说 要死你就去死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这句话之后 前男友掉头自上 那么他会不会因此 被追究法律责任 午夜来电 法律账堂正在播出 在证据面前 这小爱低下了头 他承认自己当天晚上 确实是去了酒吧 但是他并没有进到 张海涛的生日会的现场 小爱说 当他来到酒吧之后 他本想着进去 参加张海涛的生日会 可是他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里面的大学同学 又在议论他和张海涛 以及他和方浩的过去 而这里面有很多 都是在指责小爱 小爱接受不了 他躲在一个角落里面 偷偷的哭泣 难过极了 这时候小爱才注意到 自己脸上的妆 已经弄花了 于是小爱就赶紧来到了 公共的洗手间 进行补妆 在补妆的过程中 小爱心里就在想 这事已经过去三年多了 可是为什么自己的大学同学 依旧不依不饶 背地里还在嚼他的舌根子 他心想 他再也不想进去参加 张海涛的生日会了 然而更让小爱烦恼的是 方浩那边的死死的追求 因为今天 方浩给他下了最后的通牒 要求他今天 必须跟他有一个说法 此时的小爱心里烦躁极了 本来呢 他是想趁着今天晚上来散散心 没有想到到这之后呢 又碰了一鼻子的灰 他心想 今天晚上必须要有一个了结了 因为凭他对方浩的了解 如果在今天晚上他不给方浩打电话的话 方浩极有可能做出极端的行为 他担心方浩找到自己的男朋友 告诉他过去的一切 他也担心他的男朋友会甩他而去 不行 今天晚上必须跟他说清楚 跟方浩是根本没有可能了 然而当小爱下意识地掏出电话的时候 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小爱发现自己的手机没变了 这可怎么办呢 已经说好了 今天晚上是必须要给方浩打电话的 而小爱无意间发现 公共洗手间的台面上 居然躺着一部手机 不知道是谁 落下的 这小爱呢 拿起这个手机呢 就往洗手间的外面走 当他走出洗手间的时候 一看 已经是12点了 糟了 这是他俩说好的最后的时间 这个时间不打电话的话 指不定这方浩要做出什么傻事出来 可是自己的手机又没变了 怎么办呢 小爱心想 那就拿着捡来的手机 给方浩打个电话吧 于是呢 他就来到了酒吧一处比较僻静的地方 拿着这部电话给方浩打了过去 此时心烦意乱的小爱并没有想到 正是他打完这个电话之后 方浩才选择了提杀 那么在小爱和方浩通话的7分14秒里面 小爱到底对方浩说了些什么呢 这小爱说到 当他把电话打过去之后呢 这方浩的情绪呢 就十分的激动 尤其是小爱告诉他 两个人已经没有可能的时候 这方浩在电话里呢是不停的咆哮着 到最后把小爱也惹急了 此时的方浩呢 还不依不饶跟他说道 如果你不答应跟我重归于好 我马上就死给你看 这小爱也是情绪失控 对他说要死你就去死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然后呢 这小爱把手机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看到破碎的手机 小爱才反应过来 这部手机是捡来的 他赶紧把这个破碎的手机捡起来 扔掉了 可是啊 更令小爱震惊的是 这方浩还真的死了 警方经过一系列侦查之后 得出的结论是 这方浩啊 因为感情受挫 所以呢 独自跑到了建筑工地 高空坠楼 自杀身亡 面对这样的结果 这方爸爸和方妈妈恨透了小爱 这方妈妈就说了 如果不是因为小爱的话 自己的儿子不会去盗窃 如果不是小爱欺骗他的感情 自己的儿子也不会堕落成这样 如果不是小爱给了方浩打了那样的电话 自己的儿子也不会去死 所以他要求小爱必须为自己的儿子坐牢 偿命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 小爱的行为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定性 他对于方浩的死 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今天我们讲到的法律知识 叫做教唆自杀和帮助自杀 我们说这个自杀呢 很好理解 就是行为人自己了结自己生命的行为 这种自杀呢 是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但是呢 有两种情形 行为人呢 是需要负责任 第一种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教唆自杀 这个教唆自杀啊 指的是行为人本身并没有想自杀 而别人呢 告诉他要求的 或者强求他必须要自杀 并且呢 看着他完成了自杀的行为 我们说教唆的人呢 主观上有让人死的目的 客观上有教唆的行为 所以他要承担故意杀人的法律责任 那么对于本案中来讲 小爱确实说过 要死你就去死吧 这样的气话 但是小爱的主观并没有想让方浩去自杀 所以呢 小爱并不构成教唆自杀 那么小爱的行为构成帮助自杀吗 我们说呀 这个帮助自杀呢 是指一个人已经有了自杀的念想 他实时的是一个帮助他人死亡的这一个行为 比如说一个人想上吊自杀 别人给拿来一条绳索 比如说一个人想喝农药自杀 别人给拿来了一瓶农药 或者是说呢 这个人呢 要求别人帮着自己实现自杀 这些情形啊 都属于帮助自杀 剥夺他人的生命呢 是违法犯罪的行为 也属于法律上需要严惩的对象 那么小爱的行为 其实并不构成帮助自杀 因为自始至终啊 对于自杀的事情 小爱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经过侦查之后啊 公安机关认为 小爱对于方浩的死亡 并不需要负法律上的责任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啊 小爱十分的内疚 他心想 如果当时对于激动的方浩 能够方法再柔和一些 能够更考虑一下他的感受的话 方浩也许就不会这样 毕竟方浩是自己曾经爱过的人 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惨烈的结束了 那么更加愧疚和悔恨的还有方爸爸和方妈妈 他们就在想 如果他们能够教会方浩 能够接受挫折 能够面对失败 能够重新调整自己 重新规划自己的新生活 而不是任由他借酒消愁 自暴自弃 自己的宝贝儿子 也许就不会走上这样一条 不归之路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下期再见 一个小吃店洗碗工 竟是公安机关的网上逃犯 跟随江莉莉失踪的 还有公司账上的28万元的巨款 既然携带巨款 怎么又沦落到在小吃店打工 令江莉莉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男人几乎把江莉莉钱拿光之后 就不见了 漂亮白领为何前逃数年 她的不幸究竟是谁造成的 前逃的漂亮女人明日播出